台北在三年前和六个不同障别的民间团体合作 透过个别化生活重建服务来帮他们找回自信 展开新的生活成效还不错 当然协助听障朋友顺利沟通也是其中一环 现在已经有上百位的听障朋友学会说话 负责承办的众听协会说 因为课程长 偶尔会有学员半途而废 希望未来有心要参加的听障朋友能够想清楚 不要浪费这么好的听障社福资源 就算吵杂 而且是一连串 吴凯玉还是可以听得懂听障重度牛轩文说的话 第一次接触的时候也是听的方面我自己也是有点比较吃力 但是经过宣文上课再经过一段相处适应之后 渐渐的就会比较了解彼此讲话的速度 还有一些感觉 可以沟通两个人从不熟的同事还变成了好友 其实牛轩文本来话没有说得这么清楚 但他经过两期一对一口语训练的课程就不一样了 他就慢慢可以听得懂他们的那个巴音的那个音是什么音 对 所以会有感觉比较安全感会比较高 就不要去说你会觉得你不会讲错话 所以人家不会误会你的意思 再来就是你也不会误会别人讲的话 所以你会觉得说比较安心的可以跟人家对话 找到自信让身障朋友活出不一样的生活 这就是台北市的身障生活重建以及家庭支持服务计划 那是有专业的听力师和语言治疗师团队 针对每个听障朋友不同的说话和听的状况 去做个别化的训练 开班三年来帮助了上百位听障朋友开口说话 而不只在听障族群 这个计划在其他障别也同样获得很好的回响 台北市政府打算继续办下去 不过因为听障协助急迫性没有那么大 未来将以精神障碍者生活重建为主 有一些障别它是因为从小就已经出现了障碍的 那这个部分会在特殊教育的这个系统里头 就去帮它培养好 像现在的是精神病的需求比较大 都已经是计划中照顾障别最少的一块了 负责承办的众厅协会说 因为课程长还是会碰到学员半途而废的情况 希望听障朋友以后来参加能够考虑清楚 千万不要浪费最难得的听障社福资源 记者陈修林 郑凯文 黄守明 台北报道 南台湾的街道变成了小河 而在水面上若隐若现的就是灭顶的汽车 在大水推去之后路边跟地下室满满都是泡水车 脱吊车业者满街跑他们要把故障的车辆送进维修厂 师傅加班也修不完 有专家就特别要提醒部分的泡水车辆很有可能会流入中古车市 打算要买车的民众您要小心分辨 这台汽车的警报器因为泡水故障响隔不停 这次凡那比台风带来的庞大雨量 不但造成南台湾大淹水 好让不少车辆泡在水里 为了抢救爱车 车主赶紧联络拖掉车要将车子送修 不过数量众多的泡水车 可是让拖掉业者加班到很晚都还拖不完 今天就是出去有时候在路上拖客人的车子 都会有那个路人跑过来问 问那个车什么时候要拖啊 我不知道 来到汽车修理厂打开泡水车的引擎盖 映入眼帘的就是黄砂 拆开空气滤清器 从滤清下滴上了不是灰尘而是水 打开汽车内装 厚厚的黄砂布满仪表板座椅 与车内每个角落 技师们熟练的拆下内装 车子的地毯拿开后 地毯上面还是有很多水 师傅只好拿出喷墙彻底清洗一番 车子场也表示这两天泡水车数量爆增 也让不少零件像是地毯已经完全缺货 每天可以处理的泡水车数量也很有限 而且这几天还会有另一波泡水车送修潮 应该还有一波 现在目前推出来的车子 几乎都是从地下室所拉出来的车子 泡水车摆满汽车修理厂的每个角落等待修理 车主的荷包将因此大失血 而且这些泡水车也很有可能流入二手车室 到时候如果车子出问题 恐怕还会引发消费纠纷 记者张雄 吴家宝 SNG小组 高雄报导 今天的新闻通来看看泡水车的手语怎么比 一手比车 一手比水升高的样子 再来一次 泡水车 学完手语接着看 卫生署现在已经确定 除了高剂量的维他命列为药品之外 另外大约有7成5的中低剂量维他命 从明年开始都改为食品 可以在量饭店跟超市来贩售 至于价格是不是会因此而调降 卫生署说会尊重市场机制 为了保持健康 不少民众会习惯每天吃一颗综合维他命 补充体力 目前这类维他命只能在药局买得到 不过从明年元旦起 中低剂量的维他命都将改为食品 也就是说民众在量饭店或超商就可以买得到 它的维生素的含量 如果超过这个我们食品添加物 使用范围及用量标准上限的 就归为药品管理 可以符合这个食品添加物的使用物的标准的话 就是以食品管理 卫生署说只有高剂量维他命才会列为药品管理 目前现有600多张的维他命药证 其中有510张在明年将转换为食品 值得注意的是 未来改为食品之后 这些维他命就不能对外宣称疗效 包括像是膳醇 克补及素保定等综合维他命 明年元旦起都将从药品变成食品 不过要是担心 维他命改为食品之后 虽然民众取得更方便 不过却也很容易吃过量 造成身体负担 维他命A其实如果你过量的话 可能会造成掉法 要不然我们说 这A可以顾点眼睛 可是A吃太多会掉法 然后维他命E的话 其实你吃过多的话 其实反而会影响到一些那种 维他命K 维他命A的吸收 还有就是说 可能它对血脂肪会受影响 为了避免民众吃过量 卫生署将加强民众用药安全的宣导 至于变成食品之后的维他命 价格是否会跟着调价 卫生署说要看市场机制 记者赖水明徐启峰 台湾报道 动动双手 搭起无声的桥梁 我是林立军 今天我们要来学 跟生活有关的手语 我没有钱换新手机 手语的结构是 手机换新钱拮据 拮据的笔法 一手食指和大拇指贴在脖子 看起来就像是被钱掐住脖子 没有办法透气似的 我没有钱换新手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